讲到有王室的国家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国家 叫做赫特河公国 它位于澳洲的境内 那么国土有75平方公里 只有两个澳门大 而且这个国家也是有国王的 去年刚刚过世的老国王 他其实是一位 具有律师资格的农场主人 只因为不满澳洲的 小麦收购政策 所以奉而干脆 在自己的土地上面 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而且自封为国王 只不过今年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使这个国家说我撑不下去了 我还是回归澳洲好了 也成为了第一个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而亡国的国家 我们先看报道 在过去50年 澳洲除了大英国协的 象征性元首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外 很多人都不知道 称王的还有他 已过的老亲王伦纳德 曾接受澳洲媒体专访 他一手建立的赫特河公国 随着老亲王去世 国家即将解散 不复存在 时间回到1970年 伦纳德是西澳洲省 一处小麦农场的主人 他因为小麦产量大 政府却不愿意扩大收购 据有律师资格的他 研究各项法规后 决定带领帕斯利家族独立建国 没想到就此屹立了半个世纪 75平方公里的国土上 处立着伦纳德亲王的雕像 妻子成了雪莉王妃 七名子女 28个孙子和22名曾孙 都有王室头衔 半个世纪以来 吸引许多人 抱着好奇心前来观光 国际每年 至少2.5万人造访 他们收取每人2.5块美金 约合台币75元的签证费 不少人为的就是在护照上 盖这个印章 甚至不惜多花点钱 买本护照成为公民 我们现在有13000多亿民党 和互联网线的货币 全世界的货币 克特河公国发行的货币 五彩兵纷 此外还有明信片 邮票等纪念品 加上农场的座物及花卉 亲王的子民 过着自己自足的幸福日子 伦大的亲王拿着澳洲税务局的信函 坚称国家已经被政府承认 但其实是1977年间 因为他的税务文件不足 遭到罚款之后 他一怒之下 竟然向澳洲政府宣战 为避免冲突扩大 澳洲政府放弃追讨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直到2017年 澳洲政府太都匹电 打算跟伦纳德亲王算总账 澳洲政府持续追讨各项欠款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克特河公国从今年1月1号起 禁止任何观光入境 半年多来吃老本度日 终于让他们决定忍痛解散国家 我们家已经比较老了 不可以战斗 像父亲 没有任何败 他喜欢挑战 而且有知识 赫特河公国已经宣布将在本月回归澳洲 不过建国50年来积欠的税金 罚单加上利息 他们必须缴纳300万澳币 约合台币6300万的巨额款项 赫特河公国是澳洲最古老的私人维行国家 不仅像这样的争议国全境仍有30多个 大多是对政府有所不满 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高喊独立 发行货币只是基本 他们宣扬自己的理念 欢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加入 成为子民 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主要靠观光生存的私人维行国家 不知倒地 赫特河公国老亲王奋战到底的精神 终究没能延续 好 赫特河公国 也就正式的宣告结束营业了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最有钱的王室 请教一下尹老师 有最有钱的当然有最穷的对不对 最穷的到底是哪个国家 对 我们来看一下手板 主持人跟陈老师我们来看看 您觉得手板上面这七个国家 上面三个是我们的亚洲国家 然后底下四个是欧洲国家 您觉得哪一个国家的王室 是最穷的 最穷 我想应该是最快乐的国度好了 因为就不中物质 会不会是孤单呢 孤单 那陈老师你觉得 我应该会在丹麦跟挪威 这两个选吧 因为这两个就我在上课的时候 都提到他们没什么资源 老师赶快揭晓 好 我们手板上这个资料 其实是他的人均收 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人均收入 最高的是挪威 7万7美元 但是他的王室 反而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王室 对 连国王都是跟人家借来的 真的吗 为什么 对 因为1905年的时候 挪威要脱离瑞典 因为挪威跟英国关系好 瑞典是跟德国关系比较好 要脱离 当时本来是两国对峙 都已经打仗了 但瑞典有这个智慧 就让挪威独立 独立之后 其实他们是君主立宪 所以得找一个国王 虽然挪威历史上是有国王 可是还中断 瑞典有王室 瑞典跟你关系 包括我当然不借你 所以去丹麦借了一个王子 所以去丹麦借了一个王子 叫哈康七世 为什么要借他 因为这个王子的夫人 是当时英国爱德华国王的女儿 所以挪威想说 我去找了这个王子来 他后面的势力 女王的势力还在 国王的势力 英国国王的势力还在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国家 那也因为如此 挪威这个王室穷到什么程度 穷到说这个出门借车子 借火车 因为他只有自己一艘小游艇 那为什么会如此 是因为他这个国家太清廉了 所有东西都公开在 所有的资产上面 老百姓可以去查 所以对于挪威人来讲 这个皇室只是摆着好看 有名无实 所以有稍微可以跟泰国王室 稍微周转一下 互相帮忙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也有的王室真的是律己慎严 我们来看这三张照片 如果把它遮起来的话 真的很难想像 这是连续三年的照片 但事实上是前天皇 也就是现在名人太上皇 他是在79岁的生日 81岁的生日 80岁的生日 这样连续三年拍了 但是有没有注意到 穿的衣服一模一样 包括梅氏子皇后 也都是一样的衣服 但是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日本皇室明明一年的开销 有三亿日元了 而且年薪据说 天皇年薪是2000万台币 为什么还这么节俭 我们要讲到说 二次大战后 天皇跟政府交换条件 由天皇交出权利 由政府提供给他们相关费用 这就是三亿日元的由来 可是这三亿日元 要支付所有的皇族家族的用度 那他的用度就是他的团队 服务团队有多达1000多人 而这1000多人的薪资 再加上他所办的一些事务费 那就非常惊人 所以你知道皇室也要 精打细算来使用 所以你才会看到说 那个名人天皇他们连续 三年都穿同一套衣服 可是他们还不是最节俭的 最节俭的皇后 那就是雅子皇后了 雅子皇后真的很夸张 连续八年 穿了同一套衣服亮相的七次 我们很难想像说 怎么一件衣服可以一直亮相 可是他很厉害的是 他都会小做变化 有时候是帽子 有时候是胸针 有时候是耳环 他这样一变之后 又让人家耳目一新 那就是又让人家感觉上 非常雍容华贵 可是刚才那个八年亮相七次 已经很了不起了 结果后来被媒体发现说 他有一件衣服更夸张 一件衣服穿相隔十四年 就是这一个 2001年穿过一次亮相 结果2015年又再度亮相 那他一定本身身材要保持得很好 而且他还是相当的气质雍容华队 才会让人家感觉耳目一新 所以我们由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皇室 他其实也在试图的营造自己 节俭的形象 好 在民主时代 其实反对皇室的人都会觉得说 现在的皇室 是不是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 但是有支持的人却认为说 其实这是一种 文化价值观的传承 好 不管怎么样 这些皇室还在持续的明年下去 我们也有很多的故事 会继续跟观众朋友来聊 今天非常谢谢您加入的T官姐 我是张开文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啦